法院审理查明 1997年至1998年间 被告人胡复吉和唐丽霞 以出卖为目的 拐卖李某慧 郭某镇 杨某豪 李某豪 四名儿童 2001年 被告人胡复吉 伙同他人 以出卖为目的 拐卖儿童杨某宇 被告人胡复吉 唐丽霞 以出卖为目的 共同实施拐卖儿童行为 拐卖儿童四人 胡复吉 伙同他人 以出卖为目的 拐卖儿童一人 两人的行为 均构成拐卖儿童罪 法院根据两被告人 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 做出判决 判决如下 被告人胡复吉 犯拐卖儿童罪 判处使刑 管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被告人胡复吉 限制减刑 被告人唐丽霞 犯拐卖儿童罪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 负责资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人的一生有多少个24年 郭刚棠为了寻找儿子 就用了24年 24年里 他把绝大部分的时间和心力 都耗在了寻死的路上 骑行了40多万公里 跑了数十个省份 报废了十辆摩托车 经历的坎坷 难以想象 从2015年起 法治在线栏目 对这些案件持续关注了 长达9年的时间 2015年 电影《狮孤》上映 影片主人公 骑着摩托车 走遍全国 寻找被拐儿子的故事 打动了无数观众 而这部电影的原型 便是山东省辽城市的 郭刚棠 寻找被拐儿子 郭新震的真实案例 1997年9月21号傍晚 郭刚棠两岁半的儿子 郭新震 在家附近玩耍时 被一个陌生的女子带走 也带走了一个 幸福的家庭 从此以后 为寻找郭新震 郭刚棠骑着摩托车 带着印有儿子 寻人启事的旗子 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2021年 公安部开展 以打拐寻亲 为主要内容的团圆行动 并将郭新震被拐案件 列为挂牌督办案件 同年6月 公安部组织专家 运用最新比对查找手段 成功找回郭新震 时故24年的家庭 终于再次团聚 一个月后 涉嫌拐卖郭新震的 两名犯罪嫌疑人 呼父吉 唐丽霞 被警方抓获 孩子终于找到一家人 终于再次团聚 但是那曾经中断过的 24年的亲情 却是无法弥补的 今年7月7号 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开庭审理的此案 呼父吉 唐丽霞 是如何拐走郭新震 又涉及到哪些拐卖的案件 随着庭审的深入 这些疑问也被一一解开 山东省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现在开庭 传被告人 呼父吉 唐丽霞 到庭 在7月7号的庭审中 被害人近亲属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及诉讼代理人 被告人 呼父吉 唐丽霞 及其辩护人 到庭参加诉讼 郭刚唐也到庭参加诉讼 其实他特别想知道 当年两岁半的郭新震 是如何被两名被告人拐走 这些年又经历了什么 郭美香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知道我之前瘦得苦吗 你知道我之前瘦得苦吗 这是一个偏麻烦的 你也是一个女人 你也有你自己的孩子 根据检察机关指控 1997年9月21号 被告人唐丽霞 来到山东省辽城市 东昌府区李泰屯村 将十年两岁半的 郭新镇拐走 随后 唐丽霞与呼父吉会合 二人将郭新镇 带至呼父吉的老家 河南省呼家窑村 以15000元的价格 将郭新镇卖给郭某 1997年9月21日 被告人唐丽霞骗取 在辽厨市东昌府区 李泰屯村租房了 李湘兰的信任 让其带自己从集市 一同去到该村 十八时许 唐丽霞将被害人 郭新镇 南95年4月4日出生 从该村拐走 后唐丽霞与呼父吉会合 一同带郭新镇 前往河南临州 呼父吉的老家 呼家窑村 后二人以15000元价格 将郭新镇 卖给采丧镇的北采丧孙 郭林吉 因郭林吉给付2000元钱后 剩余13000元钱 一直拖欠 四个月后 二人将郭新镇要回 并退还2000块钱 98年1月28日前后 二被告人将郭新镇 送至临州市 东瑶镇夏庄村 承建朝处 让其帮忙 将郭新镇送养 承建朝不想帮忙 几日后便让 前来查看情况的呼父吉 将郭新镇带走 1998年2月14日 河南省林县 瑶村镇大池村 长山城夫妇 自呼父吉处 花6000元钱 将郭新镇买回 取名长鹏宇 并落户河南林州 此外 据检察机关指控 除拐卖郭新镇外 呼父吉 唐立霞二人 还涉嫌拐卖 其他多名儿童 本院认为 被告人呼父吉 唐立霞 以出卖为目的 共同实施 拐骗贩卖儿童行为 拐卖儿童四人 呼父吉 与另一女子 以出卖为目的 拐卖儿童一人 呼父吉 共拐卖儿童五人 唐立霞 共拐卖儿童四人 其中 检察机关指控 两人在唐立霞老家 山东宾州 犯案一起 拐卖宾州 李淑慧 犯罪事实 1996年底 被告人唐立霞 和被告人呼父吉 在北京打工期间 相识并同居 1997年9月 二人自呼父吉老家 到宾州市 宾城区 宾北办事处 唐家村 唐立霞老家小住 同年9月14日 二人自宾州 去到济南 唐立霞妹妹 唐彦宏 打工的 将军九家 9月18日 18时去 唐立霞 根据呼父吉的指使 单独回到 宾州市 去唐家村 三公里外的 李牧匠村 将被害人 李淑慧 女 94年11月27日出生 拐走至济南 检察机关指控 就在这几天后 两人拐走了 郭新镇 因得知 李淑慧家人 和公安机关寻找 9月23日 22时去 唐立霞 迫于压力 将李淑慧 送回李牧匠村后 逃离 1999年10月10日 唐立霞被抓获归案 在检察机关的指控中 我们发现 被告人呼父吉 曾多次犯罪 被判处刑罚 被告人呼父吉 依犯盗窃罪 于1988年2月25日 被北京市大兴县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3年 依犯敲诈勒索罪 于1996年5月22日 被河南省林州市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 依犯拐卖儿童罪 于2009年12月10日 被河南省林州市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7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4000元 依犯拐卖儿童罪 于2021年10月20日 被山西省洪桐县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依涉嫌拐卖儿童罪 于2023年2月2日 被辽省市公安局 经济开发区分局刑事拘留 同年3月1日 经辽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检察院批准 由辽城市公安局 经开分局执行逮捕 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根据公诉人的指控 被告人胡复吉在2021年落网之前 多次因为其他的罪行 被警方抓获 但是每次归案之后 他都没有如实供述自己 管卖郭新镇等人的犯罪行为 在7月7号的庭审当中 控辩双方围绕被告人 胡复吉唐丽霞 是否构成管卖儿童罪 又该如何定罪量刑 等法庭焦点问题 展开了充分的法庭辩论 焦点一 胡复吉唐丽霞 是否构成管卖儿童罪 对于检察机关的指控 被告人胡复吉 否认自己的犯罪行为 不申请 起诉说指控的这五件事 就是五次管卖儿童 在你 在胡复吉你个人身上 你承认吗 承认几次 你就是你参与了几次 承认 我没参与 这五个犯罪事实 你都没有参与 不辞是丢和不是就行 是 都没有参与 都和你无关 被告人唐丽霞则表示 自己之所以实施管卖犯罪 是受胡复吉的威胁和指使 这些事都是你们两个人 共同参与实施的吗 如果没有他 你会实施这些犯罪吗 认识他之前你懂这些吗 对于胡复吉否认 自己参与管卖的说法 检察机关向法庭 出示了一组买家的辩认笔录 第一个买家 郭林吉 当时能够辨认出来 给自己送孩子 来卖给自己 一万五千块钱孩子的人 是六号照片的护肤吉 和七号照片的唐丽霞 接下来是承建潮 第二次送孩子的时候的 证人证言 当时辨认出来 给自己送男孩养的是 八号照片护肤吉 九号照片唐丽霞 并且对辨认结果非常肯定 接下来是常栓成辨认 卖给自己孩子的是 四号照片 护肤吉 这个时候唐丽霞是不在场的 所以说护肤吉卖孩子是常态 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 护肤吉一再否认 自己曾参与管卖 称自己只是负责帮助唐丽霞 和买家之间搭建联系 护肤这个因素 我没有参与 那就是把主观 咱现在就是 这个护肤的都是客观 把主观给了 首先来说 乖卖 这是乖我没有参与 卖我也是说不好听 曾经咱们是通过我 和唐丽霞认识的 而针对护肤吉的这一说法 唐丽霞表示了否认 唐丽霞除了供述之外 还有手写的材料 这个剪重点的地方 进行一下宣读 当时唐丽霞提到了 护肤吉怂恿他去抱孩子 说是给亲戚离便 找人家干个工程 虽然反驳 但是为了过好日子 还是就开始办这些事了 因为剁手执动 是因为我不再去了 他就威胁我 另外他说的抱孩子的意思 我是理解的就是偷小孩 我的身份证在他那扣着 他比我大十几岁 我没办法 无知不懂法就做了 偷完了 他在他在家 他当买主 我在家看 认识他 一开始对我听 后来越来越不好 一个是错报 宾州女孩骂我 聊成男孩嫌大 不好出手 说我干不成事 每次我都不成 情愿他都逼我 宾州之后就威胁我 吓唬我 如果不出去干 就送我进监狱 最后的时候 我坚决不出去的时候 他就拿刀 恐吓冰多数之后 认识他之前 我没有实施过 偷小孩的行为 我看到宝贝回家 这样的电视节目的时候 也怕事情败露 说到底呢 还是自己自私 希望从宽处理 以后出去挣钱 赔偿给他人 唐丽霞供述 他认为 自己还受到了 呼腹级的欺骗 因为各种谎言 就骗我 就是怎么会是 就报告小孩 跟人家 对别人走得这么一 就是想 对我好的生活以后 也对我负责的 庭审中 出具了呼腹级和唐丽霞 在辽城拐走 郭心镇时 用到的袖真地图 玩具汽车等证据 但双方都表示 这些是对方的 自己并不清楚 检查机关认为 根据唐丽霞此前的供述 及其他证人的证言证词 均能证明 呼腹级唐丽霞二人 均参与实施了 拐卖犯罪行为 从97年9月 到98年的2月14号 二被告人 快速转手郭心镇 这个过程 几乎没有时间间隔 卖出两次 送出一次 出卖的目的和实行行为 证据也确凿 前期和获利吉相识的是 呼腹级不是呼吏霞 不是唐丽霞 和承建潮相识的 也不是唐丽霞 卖出给唐双城的 他找的是呼吏霞 也不是唐丽霞 以上的种种 均不能由呼吏霞 用帮助唐丽霞 来进行辩解 而是实实在在地 实施了出卖的行为 犯罪主体 两个人 今天的情况 在庭审上 已经客观地 明确地 完全地展示了 自己是有辨认 和控制行为的 有完全行事责任能力 所以说 二人应以 管卖儿童罪定罪处罚 一审的庭审当中 虽然被告人 互服及否认 自己的犯罪行为 并且与另一位 被告人唐丽霞 所述内容 也有着较大的出入 但是检察机关 也出示了多项证据 证明两人 共同实施了 管卖儿童犯罪 除此之外 庭审的另一个焦点 就是该如何 对两名被告人量刑 检察机关认为 两名被告人 犯罪性质恶劣 应依法从众处罚 焦点二 呼父及 唐丽霞二人 拐卖儿童罪 该如何量刑 检察机关认为 两名被告人 在实施 拐卖犯罪过程中 对被拐儿童 及其原生家庭 均造成了 无法弥补的伤害 在拐卖过程中 甚至存在给孩子 喂迷药 殴打 虐待等情形 性质十分恶劣 应依法从众处罚 二人的犯罪行为 性质特别恶劣 后果特别严重 一是预谋实施犯罪 主观恶性大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十四 二十五 四十六 四十八 五十七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五 六十七 二百四十条的规定 建议判处被告人 唐令下 无期徒刑以上刑罚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或摸收财产 建议判处被告人 互负及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依法应认定有罪 请法院依法判决 对此 被告人呼复及辩护人认为 庭审过程中 被告人呼复及 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的 多项指控均存在意义 何议廷应对这些意义 依法审查 这个呼复及认为 其主观上 没有拐卖儿童的公益 不存在指使唐力侠的行为 也不具有通过 出卖儿童而获利的目的 客观上 也没有实施 拐卖儿童的行为 对于其个人意见 请法院根据 庭审情况及查门的事实 认定呼复及的行为 是否符合 刑法第240条规定的 拐卖儿童罪的构成要件 唐力侠辩护人表示 被告人唐力侠 在本案中 具有多项符合 从轻处罚的情节 检查机关认为 二人的犯罪行为 性质特别恶劣 后果特别严重 预谋实施犯罪 主观恶性大 以出卖为目的 编造理由 接近被害人 在对方放松警惕后 获取信任 伺机将被害人拐走 为逃避侦查 犯罪地分布于不同省份 足见二人 社会危险性 与主观恶性之大 1999年 唐力侠归案后 不供述 呼复及 这后两次归案 也不供述 主观恶性更大 除第一个案件 李淑慧被送回 其他四个 导致四个稳定的家庭 智力破碎 尤其是第二个案件 郭刚棠 寻子二十几年 虽将孩子转回 但是自己的孩子 给公安的亲笔性 却表明 目前的这种状态呢 可以说 对郭刚棠 全家而言 是一种生命 不能承受之重 四个孩子 从没有记忆起 就在受养家庭 也产生了感情 残酷的现实 是四个家庭 难以弥估的缺憾 事故全国热映之后呢 对公众更是引起了 对这种 人贩子的生物通绝 虽然被害人 生命全没被侵害 但是二十多年的 这种牵挂 是最大的折磨 被剥夺的选择权 强制改变的人生轨迹 是不够 与亲生父母的疏离 与买家的情感 是对人性和伦理 最大的伤害 在最后陈述环节 被告人唐丽霞 向本案中的被害家庭 表示道歉 管门儿童的 护腹及唐丽霞 一审分别被判处了 死缓和无期 人贩子之恶 让孩子承受 亲情断裂之苦 让父母饱受骨肉 分离之伤 让家庭遭受 妻离子散之痛 个案的公开宣判 是法律对人口 拐卖行为的震慑 司法重权 必须不断地出击 打痛人贩子 让事故悲剧 不再重演 以法律威严 守护人间团圆